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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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冬地期的一位男大学生 在以阴静及肛免的部位感染了菜花 去医院接受于电烧的治疗后 皮肤产生了溃烂 而不断地渗出血水 造成他的红肿很痛 也让他感觉到坐立不安 后来在以网络查询 来到我们人手接受治疗 治疗一个疗程 为期七天 肛门的伤口就修复 而抑合 而游体迅速地脱落 尤其在以阴静的部分 为明显的那两颗HPV病毒 也自然地脱落 最近来一位年轻的小女孩 她本身而不知道自己疑患的菜花 直到整个阴部都不满的菜花以后 心生害怕而求助她的姑姑 她姑姑带到医院去检查后才知道是疑患菜花 因为她害怕痛而害怕进行电烧治疗 所以决定先回去家里考虑一下 后来经过以网络的查询 找到我们的诊所来求诊 再以治疗一个疗程一个礼拜 跟著王老母的评论 在这片中的我做到 这里没有问题 有藏工的读炼 你会有赞工的读炼 我最后来 你会会有读炼 你会有读炼 你会有读炼 你会有读炼